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,在飞机上除了常见的螺旋桨以外,其下方还隐藏着一个小型的风扇,你可不要小干达,它在关键时候能救你一命。 那这个小风扇到底是什么呢?它的名字叫做冲压空气涡轮,简称RAT,而作用类似于一个小型发电机。 当飞机的主发动机停止工作并且辅助动力系统也完成瘫痪时,RAT就派上用场了。 作为飞机最后的救命稻草,经飞行员手动启动装置后,随着飞机滑行产生的气流,风扇液片会以每分钟5000-7000桩的速度旋转,为飞机产生5-70千瓦的电力,保证飞机控制或飞行关键仪表、通行设备、液压转动等系统正常运行。 也就是说,RAT并不能够为飞机的飞行提供任何动力,而是能够维持飞机的基本操作,使机长不至于完全失去对飞机的控制。 正是这样的装置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,例如1983年7月22日,加拿大航空的一架飞机在飞行中出现了引擎熄火并停电的状态。 在仪表盘没有任何现实的情况下,飞机急速下坠,信号机长及时打开了RAT系统,最终让飞机成功降落,无疑人受伤。 由此可见,这个和平时毫不起眼的装置,对飞机的飞行安全起着直观重要的作用。